最近几年来受到风化跟气候的影响 这个女王头的薄围从15年前的143公分 减少到了120公分 平均每年是减少1到2公分 那地质公园原方他们也说 至今还没有找到让女王头不断掉的方式 甚至他们使用了奈米技术都没有办法有效解决 不排除在五年之内女王头将会断裂 而也有超过1000位的民众 他们趁着好天气廉价到这边来走走 小朋友们成为小小地质研究员 跟着导览员野柳地质公园大冒险 警戒降维二级又适逢中秋廉价 许多民众都趁着好天气出游 廉价第二天野柳地质公园就涌入超过1000位游客 大战艺势排队就是希望跟人气王女王头合影 因为女王头的薄围一年比一年缩小 就怕以后看不到游客干净拍照留念 疫情闷坏对啦也是都在家还不错啊 就是接触生态什么的 不只看女王头导览员也跟小朋友解说 现场的生物多样性 中秋廉价第二天民众把握好天气 带着孩子们出游 毕竟之前三起疫情民众大多在家闷坏了 如今疫情趋缓观光业渐渐复苏 迎接旅游人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